和富婆姐姐一起应酬 结果喝多了 把她当成了足疗济师 我们之前的那个报价 这也是我最大的诚意了 主要是现在有一个新公司 他们给到的诚意更足啊 哎 李总 这些小公司的作品 你能信得过吗 我是想新人总要给一些机会嘛 哈 李总 这么大的项目给新人练手 你还是真是挺有魄力的哈 来 李总 我再敬你一杯 要不这样 袁总 咱们这杯豆嘛 你再敬俩个脸 怎么样 嗯 一个吧 这是我最大的底线了 哎 这酒太多了 咱慢慢来吧 袁总 一杯酒一个点 这点面子总要给他 那我 哎 袁姐 李总 那这杯酒我替袁总喝吧 你这一杯跟袁总的一杯 可不一样啊 不是 那个这样 李总 几杯您定 我是代表我们公司的诚意 你看行吗 好 好 小伙子 有魄力 这样三杯酒就三杯 喝完我立马先喝了 啊 行 那李总您说话说话啊 哎 小花小花小花 哎呀 说不要你喝不要你喝 非常强 先按脚啊 先按脚啊 你说什么 先按脚听不懂吗 哎 看来真是不多 来 把衣服脱了 你别动啊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正硬人 哼 你是真正硬还是假正硬呢 你别跟我来这套 我告诉你啊 哎 我可是有心上人呢 你别跟我瞎掌 赶紧啊 行啊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心上人是谁呀 管桥 告诉你啊 这是咋的 去 我倒杯水去 看来真是喝多了 先生 你让个水来了 嗯 看什么 就个手盆上去 看年纪不大 没少去竹鱼店呢 先生要不要做个SPA呀 我告诉你 你那SPA 那点事你别当我不知道啊 你别跟我来这套 我告诉你 你长得有点像个人 像谁呀 像我一个姐姐 我告诉你 嗯 你别跟别人说啊 我那个姐姐喜欢我 啊 那你喜欢她不 喜欢她 但是啊 我那个姐是个富婆 我告诉你啊 我都查了 她那车 最便宜的 都几百万一台 她送我的鞋 都一万多万一双 你知道吗 那你赶紧跟她在一起啊 这样子不就少分都好年吗 你这个人 你思想就有问题 我告诉你 我最瞧不起的 就是吃晚饭 嗯 你等我有一天 只能起来了 我高低一点才打下 哼 啊 那你啥时候自能起来啊 你快了 你等着呢 你等我自能起来 我过来给你办上卡 啊 男人真的没一个好东西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还办卡呢 你什么死死态度啊你啊 你捏完了吗 你就走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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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